因為自己以前在醫學中心有曾經在移植小組的地方 擔任過離枝等待器具病人的追蹤跟一些後續的治療 也曾經有在非正式的狀況下 介紹一些病友跟我們醫院的離枝小組聯繫 到中國地區接受器官移植的事務 所以今天看到這樣的事情 你知道說原來中國方面有這麼多非法移植器官的手段跟事蹟 內心還是非常的震撼 我是希望說如果我們台灣是一個進步的社會 應該說要拒絕跟禁止這方面不人道的器官宅居行為 但這需要我們能拿出道德的勇氣 我們一切自己也要有治癒的行動 你這個片中哪一個一段讓你最誘導性感 其實一開始的那幾位在我們台灣自己的病友或者是他們的家屬 在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個畫面就很鮮明 因為其他在這個法輪功學員或者是中國那邊的一些 出來指責 揭露裡面的內幕的時候 這個在一些新聞片段都有 但是當你看到說我們有這個台灣的病人 器官移植的病友或者是他的家屬出來告訴我們 你看他們一開始的時候就提到說 終於身體變差 然後去那邊得到希望 得到一個好的器官 但是當他發現說這個器官可能是傷害別人得到的時候 也會發現說這些病友的那個內心也是非常的難過自責 所以其實我們的人都是有善良的本性 我們不會願意說為了要讓自己活下去 去這樣子殘害犧牲別人的生命 所以這種事情應該要拒絕 應該要杜絕 我們不應該讓這樣子的事情繼續發生 所以不只是為了人權的利益 也是為了我們自己 未來在面對自己的良心的時候 一個更好的選擇 其實中共他如果破壞這個法輪功學的人 事實上會有可能說 變成好像不知己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這一次中國政府 他們手段太粗糙了 其實一直以來 在中國境內的非法器官摘取 都是有 就像剛剛黃醫師有提到 最早是政治犯思想犯 一直到了最後他們發現說 這個法輪功的這些學員 就所謂的良心犯的來源 是更大更穩定的這個器官來源的時候 他們才轉到他們身上 所以我相信如果說沒有法輪功學員 他們造作破壞的這件事情的話 這個中共非法摘取器官的事情 會更晚被發現 一定有一天會死軌落實出 因為他們長期以來 迫害政治犯思想犯的事情 一直都停在著 只是因為量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不會那麼快就引起注目 但是他們中國當局他們在衛生政策上面 有很多的欺壓跟欺騙 比方說之前的流感疫情 甚至他們自己有很多愛之孫 他們都讓這些人 無法得到妥善的醫療照顧 這些問題在中國內部是層出不窮的 那今天這個活摘的議題是一個突破點 讓我們認清說中國政權是多麼的不可信賴跟不講理 那我們要更加的小心 在跟他們有接觸的時候 謝謝各位